有这么一家公司,在过去9个季度里面,巴菲特一共增持了7个季度 更重要的是,它当前的价格跟巴菲特建仓的成本价相差无几 而且,它还是巴菲特的第6大重仓库 为什么巴佬如此青睐这家公司,我们是否能够抄它的作业 今天这期视频,我将跟大家互谈一下巴菲特近年重仓西方石油的操作 看看我们散户是否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美股博士,每周分享美股干货 片尾有我的示范,千万记得看到最后 首先,西方石油成立于1920年 总部位于美国加里斯尼亚州洛杉矶 是美国第四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页岩油生产商之一 巴菲特第一次买入西方石油也有一段时间的历史了 早在2019年,当时西方石油正在跟雪佛龙展开 收购站,雪佛龙的报价是330亿美元 并率先签下了框架协议 接下西方石油的总裁吉尔,亲自飞往奥马哈 向金主巴佬求救,并获得了100亿美元的并购资金支持 最终,在巴佬的支持下,西方石油以380亿美金的报价 成功收购了安大科石油,当然老巴是不会做Cripper买卖的 作为交换,伯克西尔获得了100亿美金西方石油优先股 股息率是8%,并附加了未来购买8000万股 西方石油普通股的认股权证,行券价格是62.5美金 由于融资中有反西式条款,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西方石油继续增发 那么未来巴菲特的行权价就会更低 比如在今年西方石油的最高价71美金的时候 伯克西尔依然可以低于60美金的价格收购西方石油的股票 所以你看,即便有钱无巴菲特,他对公司的买入价也是非常苛刻的 不过,虽然西方石油赢得了竞购战 但是当时的资本市场不是特别看好这场并购 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觉得西方石油出价太高,有一种人傻钱多的感觉 第二就是西方石油为了完成收购发了太多的债 让大家对西方石油的财务状况有了一丝担忧 于是乎西方石油的股价在2019年下半年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从年初的70多美金,高位一直下跌到40美元左右 这时候,巴菲特认为西方石油已经出现了安全边际 于是开始大举建仓西方石油 首次建仓是在2019年Q3 买入了西方石油747万股 具体买入价没有疲劳 外界估计是47美金左右 不过,西方石油的股价并没有因为巴菲特的买入而暴涨 反而在Q4股价继续小幅下跌 于是,巴菲特继续加仓了1147万股 外界估计买入价是在41美元附近 至此,巴菲特在二级市场购入的西方石油股票 一共是1893万股 这里不包括100亿美元的优先股 买入的成本价外界估计是43.8美金左右 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 2020年,疫情爆发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全世界原油价格暴跌 在2020年4月 即将到期的5月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暴跌300% 收于每桶负37.63美元 这是198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 开始有石油期货以来 首次跌入负数交易 油价暴跌的同时 全球股市也迎来了暴跌 美股在短短两周内发生了4次熔断 西方石油的股价也是非流直下 从一年前最高的80美金一直跌到了最低9美元 股价直接砍到了脚踝 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次巴菲特也没有别人控制的时候 在2020年秋二 巴菲特选择了清仓石油 外界估计它清仓的平均价格是15美金左右 在随后的股东大会上 巴菲特被问到为何清仓西方石油时 他是这样说的 在当时的油价上买入西方石油具有吸引力 但是当油价跌到每桶20美金的时候 吸引力就减弱了 在每桶负37美金的时候 那就更没有吸引力了 不过巴菲特刚刚割肉 原油的价格就在5月开始复苏 而西方石油的CEO也在随后宣布 不再大规模增产以及订购 专度偿还债务 并恢复了股票分红和派息 此举赢得了资本市场的广泛认可 随着全球经济和石油价格的稳定 原油价格于2022年2月重回100美金大关 而西方石油的股价也随之狂飙 从最低点9美金翻了4倍 达到了40美金左右 这时候巴菲特的注意力 又重新回到了西方石油上面 正如巴菲特在2022年股东会上说的那样 当他读完西方石油2021年Q4以及年度报告后 他发现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认为西方石油CEO所采取的举措是正确的 于是在2022年的前三个季度 巴菲特疯狂买入西方石油的股票 一缓到了2023年 巴菲特在时隔5个月之后 又开始疯狂买入西方石油的股票 在2023年Q1 巴菲特一共买入了1369万股 均价是59美金左右 Q2买入了1242万股 均价是60美金左右 Q3一共买过1959万股 均价是61美金左右 Q4没有买入 但是到了2024年Q1 巴菲特继续买入了430万股 购入均价还是60美金左右 外界估计 当前巴菲特西方石油的持有成本是55美金左右 而西方石油的当前价在60美金上下 所以巴菲特处于小赚的状态 不过伯克希尔还有行券价格为59.62美元的 8386万股的普通股 任股权证 以及100亿美元的票息率为8%的优先股 所以我认为巴菲特在未来还会大举增持西方石油的股价 回看巴菲特重仓西方石油的过程 巴菲特在2019年建仓西方石油的时候 是传统的越跌越的 但是在2022年之后 我们发现巴菲特一般都是在震荡或者在上行的过程中购买的 巴老为什么如此看好西方石油呢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巴菲特在2024年股东大会上的发言 找到一些蛛丝满介 当时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伯克希尔特别喜欢西方石油在美国储藏的石油和天然气 以及他们的探捕捉技术 尽管迹象技术的商业化还没有得到验证 但是这两项活动都很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句话里面提到了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就是西方石油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 这一点西方石油和巴菲特第五大事故 雪佛龙是美国二叠际盆地排名前两的土地所有者 二叠际是美国页岩油未来增产的核心 而页岩油又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最重要的原因 石油关乎国家安全 所以巴菲特从美国维护能源安全的角度 重藏了西方石油 这点非常好理解 而第二点可能很多人有一些陌生 什么是探捕捉呢 尽管巴菲特也提到了 就是这项技术的商业前景还没有得到验证 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项技术 以及这项技术的前景 首先西方石油使用的探捕捉技术叫做DAC 就是Direct Air Capture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从空气中直接捕获二氧化碳 然后把二氧化碳生存于地下 为什么要把二氧化碳生存在地下呢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250年里 人们把地球上上万年累积的碳都烧掉了 并且排入了大气 这就是造成了温室效应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谈环境问题 不是这个频道的重点 所以我还是想从商业的角度 跟大家谈一谈气候变冷的问题 首先就是在世界上很多说话管事的国家 已经认识到限制碳排放 是缓解温室效应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古往今来限制最有力的手段 只有两个涨价和加税 于是碳税就成了这些国家的第一选择 就是假如有一个企业 它持续碳排放超标 那它有两种选择 第一就是交碳税 第二就是从别处购买碳排放指标 那么碳排放指标从哪买呢 一般来说也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些企业 因为它改进了生产工艺 它有一些用不完的指标 它可以把这个指标卖出去 另一个地方就是像西方石油这样 拥有碳捕捉技术 可以直接把碳排放指标 出售给这些公司 听到这儿可能就会有人说 那有些国家不参与行不行 答案是当然不行 就是这些说话管事的国家 他们不会派自己的军队 去拆除这些高耗能的企业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手段 就是增加碳关税 注意不是碳税 因为如果这些国家 只是给本国的企业加了碳税 就相当于是把市场 让给了能源廉价的外国商品 于是碳关税的出现 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假如A产品是孟加拉国 和高排放的企业生产呢 他想要卖到美国 摆在他前面呢 只有两条路 第一就是付出额外的碳关税 第二就是购买碳指标 而巴菲特投资的西方石油 就是这样卖碳排放指标的一个公司 介绍完巴菲特 为什么购买西方石油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散户 是否值得购买西方石油 首先我引用芒格在08年的一段话 就是查理和我在整个投资生涯里 一直讨厌资本密集性 严格管制的生意 但是后来我们改变了主意 因为我们的钱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只能接受比较低的回报 所以像西方石油这类重资产的公司 可能长期持有的回报率 不见得会很高 另一方面如同半导体 金属房地产这类周期股一样 能源股也具有非常强的周期属性 所以大家购买这类股票 还是一定要注意 最后做一个总结 就是尽管当前西方石油的价格 跟巴菲特建仓的成本相差无几 但是这只股票的爆发力 也没有那么强 不过巴佬提到的这个碳卜罗技术 我认为在未来非常值得关注 或许未来传统的能源公司 将不再只卖石油天然气 而开始卖碳排放指标 就像现在的英伟达 已经不再是单单一个游戏显卡公司一样 从现有的一些行业报告上来看 碳卜罗这个市场的前景 确实非常大 而且增速非常快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碳卜罗这个概念 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石盘公布 哈喽大家好 本周我的回报率是-0.53% 账户总回报率是-12.71% 仓位方面没有变换 却有的股票这周都没怎么跌 所以我也就没有继续调整 有些朋友问我 我现在的心态是如何调整的 其实坦率的讲没有什么波动 一方面我认为我在相对合理的价格买入了股票 所以我是可以承受它价格在相对底部波动的 举个例子 就是假如一个股票是5块钱 现在跌到了3块钱 确实浮亏了40% 但是如果非常乐观的认为 它未来会成为一家优秀的公司 它的股价来到了50块钱 那么那时候它没涨10% 你的收益就可以翻一倍 所以在优秀公司股价便宜的时候购买非常的重要 当然不认同这种观点的朋友可能会想 我拿1万块钱买股票 无论这个股票的单价是100块还是1000块 未来下跌10%都是1000块 我觉得有这种观点的朋友可能是平时短线交易比较频繁的缘故 就是忽略了跟公司一起成长 如果你是强线投资者 我认为还是应该避免这种想法比较好 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第七视频对你有一丢丢启发 非常期望你能够点一下置顶评论区 你能够正确的开户链接 只要简单的点一下 然后关闭就可以 您的这次点击对于支持这个频道非常重要 如果你对巴菲特今年2月份的那封股仲器感兴趣 可以点击屏幕左侧出现的卡片 如果你对博克希尔5月的股仲会感兴趣 可以点击屏幕右侧出现的卡片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